詞曲 李宗盛 長期來講 由於這個世界整個形式發生變化 使我們的對外部循環的依賴程度 不可避免地會降低 那麼就要更多地開發國內的市場 使我們的國內市場 真正支撐我們下一段階段的大力發展 而且客觀上一個大國 一定要把自己的國內市場 發動起來 調動起來 那麼你才能夠真正持續地 健康地 比例均衡地得到發展 華安晴 華安市歡迎收看 華文大直播 我是林秀琴 中國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週一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 專家座談會並且發表的講話 出席座談會的 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 副會長樊剛 他在中二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表示 在新的形勢之下 中國還應堅持擴大開放 以對外開放的主動 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以更高水平的開放 促進全面的生化改革 促進更高質量的發展 好了 更多消息 首先進入今天的焦點追劇 華文頭條聚焦 中美高級官員 週二就經貿協議等問題 進行了通話 中國商務部表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 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 25日上午 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和財政部長姆努欽通話 雙方就加強兩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等問題 進行了具有建設性的對話 雙方同意創造條件和氛圍 繼續推動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抖音海外版TikTok和當地移民員工 在週一就美國總統特朗普 針對公司的美國業務運營的行政命令 提起了訴訟 短視頻平台TikTok 週一向洛杉磯聯邦法院提訴 指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8月6日頒布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個人和企業跟TikTok 及母公司字節跳動交易 但沒有給TikTok公平的機會辯護 屬於違法行為 除了特朗普之外 美國商務部和商務部長羅斯 也列為被告 TikTok指公司已經採取了非常措施 來保護美國用戶數據的隱私和安全 包括把資料存放在美國及新加坡 而特朗普簽發的禁令 不僅試圖剝奪數百萬美國用戶 在疫情期間依賴的娛樂和交流平臺 還將危及TikTok為美國人提供的 1萬個工作機會 TikTok還指出 這起殺禁令更是特朗普 尋求大選連任的策略 並認為特朗普濫用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TikTok在訴訟中要求 法庭簽發永久禁止令 阻止美國商務部 就特朗普簽署的禁令採取行動 除了TikTok以外 公司的一名技術產品經理 也向法院提訴 指行政命令存在違背憲法的模糊性 擔心行政命令實施後 他和1500名同事將失去工作 另外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 社交網站臉書 行政總裁扎克伯格 去年10月出席白宮晚宴時 曾向特朗普和約會的美國官員警告 要提防TikTok對美國價值觀的衝擊 並指美國對付中資科技企業 比對付美國科技企業更為重要 TikTok在訴訟中披露 截至6月 應用程序在美國擁有9200萬閱讀用戶 截至7月在全球有6億8900萬個閱讀用戶 輔航衛視綜合報導 南媒合作第三次領導人會議 在日前是以視頻方式舉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週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水資源的合作是這次會議的一大亮點 趙立堅在回顧前兩屆會議時稱 首次領導人會議倡議設立水資源合作中心 第二次領導人會議宣布 制定水資源合作五年行動計劃後 相關各國先後舉辦了首次水資源合作論壇 首次水資源合作部長級會議 他指在這次會議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宣布 2020年開始與湄公河五國 分享藍滄江全年水文信息 共建藍媒水資源合作 信息共享平台 這再次展現了中方作爲上游國家 對水資源合作所持的開放透明的態度 將有利於藍媒國家加強流域綜合治理 提高水資源管理能力 加強防災減災合作 道理堅又指這次會議的另一大亮點 是推動藍媒合作與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對接發展 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是涵蓋中國西部所有省區市 連接東盟和歐亞大陸的重要通道 當前各國都高度關注疫後經濟復蘇 關注產業鏈供應鏈暢通 藍媒合作 同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對接 將進一步暢通 媒公和國家對外貿易更好地分享數億人口的市場 是個重大利好 同時這也將帶動產能 跨境經濟 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 深化區域聯通和發展 為藍媒國家意後復蘇 提供新動力 另外他也稱讚過去兩年老挝積極旅行 共同主席國職責 同中方及其他各方密切配合 推動藍媒合作 而緬甸則在昨天的會議上 以雲交接方式 接過共同主席國職責 中方將積極支持緬方 鳳凰醫師陳其王磊北京報導 好 先休息片刻 回來繼續關注的是 現在香港疫情開始有緩和跡象 港部發布了防疫新規的有關消息 稍後見 中方便 好 來關心國內疫情 我們繼續來看 中國新冠肺炎病例的最新數字 內地在周一新增確診病例 有14例都是境外的輸入病例 當天新增加的無症狀感染者 有16例也都是境外的輸入型病例 現在現存的確診病例當中 還是以新疆最多 其次就是在上海還有山東等地 好 我們繼續看一下港澳台方面 香港在今天繼續新增了 16例的確診 這個單日確診病例 時隔一天又再次回升到了兩位數 截止到了周二凌晨 香港新增了19例的 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已經突破到了4710例 在這些新增加的個案當中 有3例是境外輸入 其中有2例是由印度回到香港 另外有一位是海員 在本地的感染病例當中 佔有16例 其中有一半都是源頭不明 另外有8例是屬於家庭 或是朋友的聚會群組 在患者裡頭就包括像是家庭婦女 無業人士 還有一些退休人士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繼續錄得 20多例的初步陽性個案 包括早前已有3名 院友確診專門照顧智障人士的 框置宿舍 又再有5名院友還有1名照顧者 已經是初步確診 好 接下來繼續關注的是 港台兩地的疫情防控的最新情況 為您請出我們的兩路記者 分別是在香港灣仔現場的 季思青 還有在台北現場的 張紹斌要為大家報道 我們繼續鎖定在香港的現場 怎麼樣來關注呢 香港疫情在放緩之後 港府所發佈的防疫新規 把現場交給的是思青 好的 秀琴 對於對近香港的新冠疫情 有所緩解 特區政府宣佈 如果疫情沒有突然性的轉變 將從中午開始 逐步地放寬部分的防疫措施 其中包括放寬唐石禁令 請看報導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舍宣佈 特區政府將刊線 目前的一系列社交距離限制措施 會延長兩天至本週四 同時 除非疫情出現突發性逆轉 週五起將逐步放寬部分限制 包括恢復晚上 可以在餐廳內用餐直到9點 重開電影院 美容院等部分場所 以及在戶外運動場所 交液公園範圍活動時 容許不配戴口罩 現在大家 市民 都是有些抗疫疲勞 所以有部分人士都覺得 可能如果要去跑步 或者一些戶外的運動 他們如果要繼續戴口罩 都有點辛苦 我們也不想大家因此停了運動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在這方面 去做了一個豁眠 陳昭史又指 第三波疫情至今 雖然每天新增確診病例 逐漸回落 但仍有反覆 加上有三至四成個案源頭不明 反映社區還有引擎傳播鏈 他強調疫情會與人類共存 要接受新常態 延長防疫措施再似乎情況 逐步分階段放寬的決定 是平衡了各方考慮 當然除了我們密切去監測疫情 我們其實都是要看到市民的要求 還有整體社會 日常生活 正常日常生活 還有一個經濟的需要 這些我們幾方面都是會看的 但公共衛生固然重要 另外他表示 目前正與飲食業商討 如何改善當前做法 再把風險撿到最低 除了目前的防疫措施外 也會探討其他的可能性 包括加設空氣清新機等 業界回應大致正面 具體細則將會在稍後公佈 鳳凰衛視紀思青 香港報導 另外 由中央支援的 《香港全民自願性社區檢測計劃》 將從9月1號開始進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批評一些所謂的專家 呼籲市民不要參與社區檢測 是出於政治計算 以及故意抹黑檢測計劃 情感報導 對於即將在下個月1號 開展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週二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雖然近期香港整體疫情持續下降 但社區中仍有確診個案 和小型爆發的情況 因此鼓勵市民參與計劃 協助政府找出隱形患者 令社會盡早恢復運作 他重申檢測計劃 完全屬自願性質 我再次重申 這是一個百分之一百 自願性的普及檢測計劃 目標是願檢盡 所以如果市民不願意 是沒有人可以逼他來接受檢測 我們也不會為自願性的檢測 掛上任何的條件或後果 即是說如果你不來檢測 你就有問題了 或者香港社會 就會出現在什麼情況是完全不會 兩者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他指政府出於責任 會進行一連串宣傳 包括在電視及報章上做廣告 令市民了解檢測過程及隱私 如何得到保障 林鄭月娥還批評不斷抹黑 找藉口叫市民不要參加 檢測計劃的所謂專家 醫生等人士唯一的目的是政治計算 林鄭月娥又指貨櫃碼頭群組 及外用宿舍群組情況令人擔心 碼頭群組方面政府已檢測約6900個樣本 並會為碼頭工人做定期復檢 而外優方面入境處以加快審批外優轉供申請 由過往的4到6個星期 壓縮到1到2個星期 鳳凰衛視 金曉飛 香港報導 以上就是香港今天的新聞重點 現在把時間交還給秀琴 好 我們謝謝私欽的報導 謝謝你 繼續看一下台灣 台灣官方逐漸在放寬 路徑管控措施的相關消息 再把現場繼續交給的是邵斌 好的 秀琴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上好 台灣新冠肺炎疫情趨緩 蔡政府逐漸放寬入境管制 官方教育部在昨天宣布 全面開放境外學生返台就讀 其中也包含了大陸籍學生 但是目前仍然有2000對的兩岸夫妻 因為疫情阻隔 沒有辦法團聚 今天適逢七夕情人節 大陸配偶就再度發聲 希望台灣官方能夠盡快開放 讓他們一家團聚 請看報導 台灣教育部宣布開放所有 境外學生赴台就學 其中包含5000多名大陸籍學生 露台後進行14天檢疫 就能返回校園上課 消息一出陸生自錄影片 表達感謝 台灣的市長們 各界友善人士 以及媒體朋友們 對我們能夠回台灣上學 所做出的努力 謝謝你們 我感謝所有幫助過陸生的人 為陸生可以回到台灣 做出的努力貢獻 雖然陸生能赴台就學 但仍有不少兩岸夫妻 受疫情影響無法團聚 25號是逢七夕情人節 陸配家屬再度站出來 播放事先準備好的影片 向蔡政府提出呼籲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台灣從年初進行邊境管制 有的陸配子女 因為半年以上沒見到母親 出現發展遲緩的問題 依台灣官方規定 兩岸人民通婚後 新婚陸配可申請團聚圈證赴台 之後依親申請長期居留 並進一步取得台灣身份 但因疫情關係 台灣官方暫停辦理團聚證 因此有兩千多對兩岸夫妻 受到影響 被迫分隔兩地 鳳華衛視 黃士廷 陳文堂 台幣報導 台灣官方全面開放 讓境外學生返台就讀 預估約有一萬人可以申請入境 其中大陸籍學生就超過了五千人 由於九月中旬即將開學 境外生抵台後 必須隔離檢疫14天 校方就擔心防疫宿舍 和旅館的數量不夠 判官方提供協助 請看報導 台灣教育部日前開放高中以下外籍生 返台復學 24號在宣布 讓所有境外生 包括大陸籍的學位生 返台完成學業 預估約有一萬人可以申請入境 其中陸生就超過五千人 由於人數眾多 各大專院校加緊準備 學校都比較這個費力在安排的 主要是他們的這個所有的程序 因為他們必須要自己要把自己的 入境的相關證件準備好 然後他們的這個機票什麼時間 然後我們要幫他們把旅館安排好 他們這樣才能夠承報 給教育部來做核准 境外生抵台後 配合防疫政策 必須搭乘防疫計程車 前往防疫旅館居家檢疫14天 護士由學校安排到集中檢疫場所 但校方擔憂 校園宿舍不服使用 周邊的防疫旅館數量不足 恐怕到時候會沒地方安置學生 就我們了解的話 現在好像已經這個 有很多的一些困難了 有的是旅館有的安排到已經不足的時候 有的是變得比較貴 有些比較貴了 那有些真的就找不到 所以我們很擔心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這個學生如果找不到宿舍的話 那怎麼辦 境外生居家檢疫14天後 部分學校還會再要求 自主健康管理兩週 前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勢必趕不上9月中的開學日 因此校方也提供遠距教學模式 讓學生接受檢疫 也能兼顧學業 鳳凰衛士張勢斌陳建達 台北報導 以上是台北站今天的新聞 再把時間交換給秀琴 好我們謝謝邵斌在台北 私欽在香港帶來兩地疫情和防控的最新消息 謝謝兩位 繼續把視線看回內地 深圳在新一波疫情發生之後 短時間內大規模的核酸採樣 那怎麼樣才可以保證採樣和檢測到的質量 繼續跟隨我們鳳凰衛視記者的鏡頭 到現場去請教一下專業的醫護 進入醫院大門 排隊前掃碼登記個人訊息 叫到名字 坐下 張嘴啊一聲 棉間深入身後攪洞 樣本裝入試管 貼上條碼 放進密封袋 大約18至20秒 一次核酸採樣就做完了 感覺怎麼樣 會不會很難受 不會 速度快 速度快 力氣也挺輕柔的 力度對 是不是很難受啊 真的很難受 但是很快對不對 對 很快很快 一下啊 不要 好了 不少民眾都會害怕採樣時咽喉的不適 採樣人員又要面對怎樣的困難呢 這一次突發的 看不到頭 就排就是一萬多人 你就一直踩都沒有 都沒有絕對沒有鏡頭的感覺 最有影響的是第一天15號那天 又嚇著打雷雨啊 又雷暴又掛著雨 我們的護士都是一邊淋著椅 然後有一個太陽上把病人把它遮住 淋著椅去給病人採的 深圳新一波疫情發生後 由於首發病例從出現症狀 到被確診隔離已經至少一周 暴露傳染的風險較高 本地需要在短時間內對數十萬人做核酸檢測 疫情發生當晚 深圳羅湖醫院就有過萬人前來採樣 護士團隊工作到凌晨 不過梁東莉表示 核酸採樣最重要的不僅僅是 短時間內收集大量樣本 採集的技術是否到位 樣本質料是否合格 直接影響到結果的準確度 病人要他配合 要發阿的聲音的時候 他完全是可以暴露他雙側的扁桃體 跟咽後臂 我們的手勢跟他阿是同步進行的 阿的時候一暴露我們就在裡面 在雙側扁桃體跟咽後臂 同時說三遍 停留五到十秒就出來 他進去的時候不能觸碰 雙側的假膜跟舌上面的唾液 如果接觸到這個雙側假膜跟舌頭的唾液 也會影響他的一個檢測標本 在我們這個醫院負責採樣的 這些醫護人員 他們是經過了嚴格的訓練的 而且在這次收到緊急任務之後 每一次上陣採樣開始工作之前 都還要進行臨時的再培訓 我們每班交際班都必須做到 檔前培訓十到十五分 再加固 再加固 對 然後我再派兩個人去監測 監測他們每個人的手法 他們的步驟是對不對 然後跟進一個小時 沒有問題了 才放手 為了應對這次短時間 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景樓湖醫院的發熱門診 就調配了400多名工作人員 在一線輪港 最高峰期除了集裝箱採集點之外 門診外的過道上 再增設八個小組為市民分流 這些採集人員 都是從一月份疫情爆發時 就經過專業培訓 並有過實戰經驗 網衛視羅宜明李廷生 深圳報導 受到持續降雨的影響 在甘肅省的周區縣 日前發生的山體滑坡 泥石流等災害 五個地處於深山區域的鄉鎮 受災嚴重 像是區告納鎮 通往到博古鎮的道路 嚴重中斷 經過四天的連續施工 施工人員終於在周一下午 將道路成功地搶通 在區告納鎮莫諾西州村 泥石流將村內大片道路 和基礎設施掩埋 淤泥近乎淹沒到村內房屋屋頂 道路搶通前 除了徒步十多個小時 走出來的村民外 村裡絕大多數人已經被困了八天 為了搶通這條生命通道 搶險人員調用10台大型機械 連續四天展開作業 預計區告納鎮通往博裕鎮的道路 將在26號左右打通 至此 受災的周區縣 身後五個鄉鎮鎮區道路 將全部打通 隨著道路的陸續打通 沿路的受災村莊 輕餘工作正加緊進行 搶險人員也帶著大米、麵、石油 方便麵等物資進入村莊 分發給村民 道路搶通後 大量救援人員進入村內 對全村進行最後搜尋 電力通信部門也紛紛來到村內 進行基礎設施的恢復工作 截至目前 受災的身後五鎮中 55個自然村通村公路已搶通 52個村恢復公殿 58個村恢復通信 鳳凡衛視綜合報導 一場9號颱風讓香港千惠的後山的飲水道 出現了數以萬計的子彈交塞 還有像是飛把碎片這些射擊垃圾 到底這些射擊垃圾會對香港市民的生活 帶來怎樣的影響 本台記者就跟隨環保團體帶來一塊 直擊這一座子彈垃圾山 來看我們的報導 大嵐郊野公園的水道附近 可以看見密密麻麻的千里 經過颱風沖刷堆積在泥土表面 沿公園一路上山 進入香港槍會範圍 沿路發現大量呈紅色的飛把碎片 後山一出山坡更發現數以萬計的子彈交塞 我們繼續刮下去刮深 其實差不多一半米 都仍然是刮得殺的 長期關注這種現象的環保團體指 這些子彈垃圾可能讓密實的野生動物牽中毒 子彈交塞也會通過飲水塘 沖到七公里外的城門水塘 並可能分解為微焦力污染水源 如果它又污染了城門水塘的話 會對大概多少人有影響呢 其實這方面還沒有確實的研究 但其實相關的處方或者部門 其實都應該嘗試去看一看 到底水源有沒有受到污染 槍會早前表示 在限聚令下 從上月17號開始停止所有設計活動 但在記者與環保團體上山蕩天 仍聽到打靶聲 有層紅色碎片在不遠處掉落 其實嚴重性 說的是數二十萬粒 很明顯不是短時間幾個月 或者是一年之內所以造成 說的是可能是數二十年計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源頭 去堵截這些垃圾 進入我們的自然環境 而源頭堵截永遠都會便宜過 我們是最後用納稅人公帑去埋單 為它清理的 既然已經暫停活動 為何還會生產出如此之多的設計垃圾 以及有沒有定期清理 將會並未作出回應 香港水務署當天派員 清理市民郊遊時的垃圾 順便打撈水道裡的設計垃圾 署方表示 已安排承建商清理槍會附近的殘餘物 同時定期在城門水塘 抽取水樣本監測水質 結果顯示正常 地震總署 漁護署等部門也表示 已經多次提醒槍會完成清潔工作 但至今沒有收到回應 鳳航衛視李千千 香港報導 好 休息回來會繼續提供給您 根據巴西當地媒體的報導說 中國駐聖保羅領事館 受到了襲擊威脅 我們回來就會帶您關注 有關的情況 稍後見 好 休息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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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 中國駐韓大使邢海民週二代表 中國駐韓大使館 向國際疫苗研究所捐款2萬美元 中國駐韓大使館25日 向國際疫苗研究所捐款2萬美元 中國駐韓大使邢海民出席一事 他表示 人類正在面臨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 醫病不分種族 中國十分重視疫苗研發國際合作 也將為國際疫苗研發事業 貢獻一份力量 新海民指出 面對此次疫情挑戰 中國已先後參加全球疫苗峰會等 重要的國際合作會議 承諾將推動疫苗產品 儘快上市使用 向世界提供安全的全球公共產品 邢海民還指出 中韓建交28週年 兩國關係取得了長足發展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 兩國將繼續加強合作 以徹底戰勝新冠疫情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 雙方守望相助 緊密合作 共同譜寫了抗擊疫情 在國際上樹立抗疫典範的凱格 現在國際上都廣方認可 中國的抗疫經驗 對韓國的抗疫經驗也讚賞有加 我們雙方還在進一步加強合作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2300萬例 但擴散趨勢尚未減弱 外界期待這次中國駐韓大使館捐款 為早日研發疫苗提供幫助 讓全世界受益 鳳凰威師 金之賢 韓國首爾報道 巴西媒體報導指 中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 受到了襲擊威脅 巴西警方已經展開了調查 目前中國駐巴西大使館 和中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方面 尚未對事件作出回應 當地已經有多間媒體指 聖保羅總領事館人員 已經在上週五向巴西大使館報告 說已經收到了威脅電郵 要求立即關閉總領事館 否則會對總領事館 來發動恐怖襲擊 現在巴西警方也搜查了 犯罪嫌犯的住所 沒收了手機還有電腦 總領事館的官網 在週六曾經發布了公告 提醒在領區內的中國公民 要加強安全防範 指最近有兩位中國公民 在聖保羅周邊城市遭到綁架 所幸是及時得救 沒有人員傷亡 俄羅斯軍事技術合作局局長 舒嘉伊夫表示 俄羅斯和中國在軍隊2020論壇上 將會簽署系列武器的供應合同 我們來看一下本台記者 發自現場的報導 我們現在位於 俄羅斯國際軍事技術論壇2020 那麼在軍事技術論壇上 我們看到很多飛行機 武裝飛行機 這就是俄羅斯飛行機工廠的一些產品 那麼我的身後 這就是俄羅斯飛行機工業公司全球市場上的總裁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икторович расскажите,拜託,您在這裏 您的工作 您的工作 它對地面的這種火力的資源 它達到了一個非常的戰場的極致的效果 可以看到米三五儘管它一些設備 還是相當的這種老舊 你比如說電風扇啊 包括它的瞄準儀啊等等等等 它的駕駛艙的這種視野以及電子性能 還是不斷的有一些改進 俄羅斯技術集團的專家也表示 俄羅斯技術方面正在嘗試 將大量的裝備改裝為無人控制的方案 第五代戰機蘇-57也進行了此類改裝的範疇 這款戰機就是俄羅斯托夫頓河直升機場 研製的最新式的米35M型 那麼這種米35M型也是一種全天候的武裝直升機 上幾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代表團 訪問羅斯托夫頓河時 俄方對中方軍人進行了展示 而且獲得了中方極大的興趣 俄羅斯軍事技術合作局的局長蘇加伊夫表示 在此次軍紀論壇上 俄中將簽署數億美元陸空軍下游的裝備 蘇加伊夫強調 論壇期間俄羅斯方面 還計劃與33個國家的代表 舉行100多場的談判 鳳凰衛視盧與光 沙維 願立業 莫斯科報導 我們在關注的是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空降兵謀旅 在高原戈壁進行的訓練 要提升部隊在高原條件之下的實戰能力 另外北部戰區的空軍航空兵謀旅 則是展開的是低空突防突擊的 飛行訓練 要考驗是飛行員的綜合作戰能力 另外西部境區的某炮兵旅 則是在高寒的山地展開了演練 要檢驗的是新型火炮的高原實戰性能 在某高原軍用機場 數百名散兵批掛散具 加固空載裝備 並按阻登上運20飛機 抵達預定空降場附近後 空頭裝備降落 數分鐘後著陸 隨後跳傘訊號響起 散兵從側門和尾門約出 操縱降落傘進入預定地域 他們迅速操控空頭裝備 向前沿陣地發起衝擊 這次聯合運20飛機開展空地一體 士兵演練 提升了散降效率和空中投送能力 錘煉了部隊遠程直達 重裝突擊的實戰能力 在北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機場 多架殲-11B戰鬥機聽令起飛 按戰鬥編組集結 採取低空超低空飛行 向目標地域隱蔽突擊 一架戰機前方突有敵機攔截 飛行員果斷調轉航向 避開威脅 另一架單付清除任務的戰機 立即前出攔截敵機 敵方多部地面 防空兵雷達正在搜索 規劃航線上 就是有許多未知的這些威脅點 這些點是需要我們靈活處置的 飛行員選擇隱蔽航線 駕駛戰機快速完成一系列攻擊 精準打擊地面目標 多項戰術戰法 在實戰演練中得到檢驗 西藏某炮兵旅 在軍區海拔4700米的高寒條件下 展開實戰演練 新裝備充分發揮高機動性 很快抵達發射陣地 官兵由行軍狀態 轉換為戰鬥狀態 對火炮輸入目標點信息 火炮自行解算射擊珠原 以鍵瞄準 預備 轉 快 官兵利用多彈種對目標射擊 在模擬戰場環境下 新型火炮發揮了快打快撤的優勢 官兵駕駛車輛轉移至新的炮陣地 選擇最佳射擊位置 反擊敵方裝甲目標 充分檢驗新型火炮的高原作戰性能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的規定 和中央軍委的命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陸海空三軍 已經在周圍完成了第23次的輪換 24號晚上11點20分 參加輪換的駐香港部隊陸軍主力部隊 從深圳駐地出發 以摩托化方式向深圳黃岡口岸開進 25號零點整 輪換部隊按照戰備物資標準化佩戴要求 陸續通過深圳黃岡口岸和香港洛馬州口岸 順利抵達香港新田軍營 凌晨12點40分 駐香港部隊陸軍部隊在新田軍營舉行防務交接儀式 交接結束後 輪換出港的陸軍部隊先後通過駱馬州口岸和黃岡口岸返回深圳住房 除了陸軍部隊 輪換的還有海軍艦艇和空軍直升機大隊 上午8點 由導彈護衛艇登陸艇組成的新輪換進港的海軍艦艇編隊 準時抵達香港昂船州海軍基地 上午9點 參加輪換的空軍部隊從廣州駐地出發 50分鐘後抵達10港空軍基地 接替輪換出港的直升機大隊履行防務 下午2點 駐香港部隊第23次建制單位輪換行動結束 此次輪換將進一步提升駐軍履行香港防務職責的能力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好 休息回來 關注的是《財經看點》 稍後見 歡迎回來 中國人民銀行官員週二出席國興辦記者會時表示 貨幣政策需要有更大的確定性 來應對經濟增長的各種不確定性 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將會繼續地保持不變 今年7月內地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9927億元 同比少增631億元 不及市場預期 也引發了貨幣政策轉向收緊的討論 對此中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鋒 在回答本台記者提問時表示 不能依據單月的數據判斷貨幣政策鬆緊 下一階段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不會改變 靈活適度的操作要求也不會改變 貨幣政策需要有更大的確定性 來應對各種不確定性 那就是三個不變 穩健貨幣政策的取向不變 保持靈活適度的操作要求不變 就是說既不讓市場缺錢 也不讓市場的錢溢出來 堅持正常貨幣政策的決心不變 我們沒有採取零利率甚至負利率 或者像電話寬鬆這樣的非常貨幣政策 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謂的退出問題 孫國鋒進一步指出將綜合運用多種工具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推動降低實體經濟綜合融資成本 實現今年金融機構向市場主體 讓利1.5萬億的目標 據出席記者會的人行副行長劉國強透露 在1.5萬億的讓利目標當中 前7個月已經實現了8700億 後續6000多億將繼續通過降低利率 以及增加小微信的投放等方式來實現 同時劉國強也強調銀行的盈利水平 雖然因此有所下降 不良貸款也有所上升 但總體來看 銀行機構運行穩健 資本和博貝水平充足 目前沒有必要下調監管要求 這個生意是要有本錢的 保持資本充足是很重要的 未來即使資本充足率下降了 也不能通過下調監管要求來滿足 那樣就是自欺欺人 而是要有實實在在的豐富的 補充資本的手段 另外有關數字人民幣的問題 孫國鋒透露 目前在深圳 蘇州 雄安 成都 以及未來的冬奧會場景 進行內部封閉試驗測試 人行將會繼續穩步推進數字人民幣 研發試驗工作 但正式推出還沒有時間表 鳳鴻衛視你想問劉健 北京報導 香港金融管理局 在時隔三個星期之後 再次進場穩定港元匯價 港元對美元匯價再度上升 到了強方兌換水平 香港金管局週一在紐約匯市尾盤 賣出了6億4300萬港元 買入同等金額的美元 以捍衛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 銀行體系結餘在週三 會上升到超過1883億港元 到達超過兩年來的高位 全球經濟受到疫情的影響 遭受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 中國是率先控制住了疫情 將會如何實現增長 而今年的世界經濟走勢如何 一塊來看本期的中國透視 新冠疫情對今年全球經濟 帶來重大衝擊 金河組織世界銀行 4月份到現在連續做出的預測 全球經濟將收縮4.9%或更多 今年世界遭遇了百年不遇的 新冠疫情大流行 幾乎央擊全球 導致經濟大停頓 人員往來大阻斷 在這種局面之下 中國經濟又能走出什麼樣的行情 那麼在所有的預期裏面 4月份 LIMF預測還有兩個比較大的經濟體 會是經濟的正增長 印度會增長1.9% 中國會增長1.2% 但是到6月份 LIMF做出的最新的預測 修改了他們的預期 根據中國現在的實際經濟運行狀況 我們的外貿已經出口連續四個月正增長 因此中國經濟會比三大機構 預測的走勢要好 好到什麼程度 我個人認為 根據各個研究機構的分析判斷 那麼會高於2% 在3%左右 疫情還在多國肆虐 這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了外部約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實現正增長更加難能可貴 第一波疫情在很多國家還沒有結束 而這些國家的貿易投資人員往來 和中國的聯繫比較緊密 因此中國還會受到很大的外部影響 尤其是疫情嚴重的國家 和中國經濟聯繫程度比較緊密的國家 貿易投資和中國是中國最大夥伴的國家 那麼這些國家的疫情如果沒有過去的話 那麼對中國還會形成硬約束 也是外部約束也是硬約束 因此中國發展的動能和它的潛力 還不能得有效釋放 所以中國經濟今年保持到3% 應該說是很不錯的 2%應該說是確定無疑的 專家研判 中國經濟雖然受疫情的影響 但復工復產 復商復市 是全球最早最快 效果最好的 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是-6.8% 二季度正增長3.2% 隨著復甦力度的加大 中國經濟三季度會好於二季度 四季度會好於三季度 呈現先易後揚的走勢 鳳凰衛視 蔣曉峰付托 北京報導 由36克主辦的2020超級進化者大會 週二是在上海召開 作為首席的合作媒體 鳳凰衛視與36克在大會上正式啟動了戰略合作 雙方將會打通運營資源 攜手為共同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展開合作 2018年 鳳凰衛視正式更名為鳳凰衛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重新定位鳳凰衛視成為內容運營型高科技全媒體集團 而36克作為一家專注創投的新媒體 一直致力於為創業者搭建全鏈條服務平台 雙方發展理念融合度和品牌使命契合度極高 25日 雙方在上海正式啟動了戰略合作 計劃在雙方自由品牌的基礎上 聯合打造垂類新項目 包括共同策劃WISE全球智慧城市峰會 出品泛商業類節目 以及打造新科技 新技術領域的專業類榜單等 36克主要的資源就是創業投資權 鳳凰的話我覺得資源也很廣泛 其實36克在媒體往服務商方向去進化 做的還是不錯的 所以在這些方面 鳳凰如果未來有更多的 產業服務方面的升級的計劃 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2019年 鳳凰衛視聯合多家投資機構 商業銀行 行業協會 學術機構 共同發起鳳凰創新產業聯盟 搭建面向中小企業加速成長的 孵化與戰略服務平台 為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提供資本支持 產業鏈支援等多融化服務 實際上我們來做這個創新產業聯盟 也不僅僅是一個投資者的角色 我覺得更主要的實際上是用鳳凰的品牌 加內容 加傳播 加我們線下的一些媒體服務 這幾位一體的這樣的一種概念 來去為這些中小企業赴能 實際上是把所有的這些資源 也變成一種資本 注入到他們的發展過程當中去 高燕還表示 希望能通過與36克的合作 用更快的速度 吸引更多中小企業加入鳳凰創新產業聯盟 也用鳳凰的內容運營服務 為中小企業實現價值的最大化 鳳凰衛視 黃大亮何超 上海報導 好 接下來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華文 節目最後呢 有我們的鳳凰記者帶您一快去看看 感謝您收看華文大直播 秀琴在香港 祝福全球華人健康 平安 再會